小龙小花今天图便宜,去把农人瓜田剩下不要的瓜采摘了一些,竞价非常便宜,可以小赚一笔利润。 日深月浅,又是新的一天开始,小龙小花如同往常那样背起背篓,开始出发前往田里准备找些瓜果去卖,路已经走过了不知多少遍, 所以小龙小花非常熟悉,他们为了走捷径,直接从草丛中穿梭过来,立刻就来到了农人的田里,这是农人田里最后的一茶西瓜。 今天将这些8月15卖剩下的西瓜拿去售卖,净价非常的便宜,虽然售价应该也不会太高,8月15之后的西瓜降价得很快,秋高气爽之后,人们也不如夏天那样爱吃瓜了。 好多西瓜都空置在田中,小龙小花愿意购买,也是帮了农人的一个小忙,不然这些瓜放着也就是烂在地里。 最近的生活好似慢慢有了些改善,他们卖了好几批的鱼,也赚了不少的钱,家里便小有积蓄,之后孩子们就感觉生活更加轻松了。 今天出来采摘西瓜,也像是没有以前那样着急售卖,非常悠闲地在田里挑选着熟透的西瓜。 因为这种秋瓜有生有熟,不挑选些熟透了的瓜,拿去售卖会让一直支持小龙小花的顾客失望。 小花蹲在被篓前,将小龙摘回来的西瓜放在被篓里,两个人又分头开始寻找起田里熟透了的西瓜。 小龙小花心里边又算了一笔账,勤快点,多卖几次山货。 赶到冬天来临之前,看能不能把屋子完全建起来,毕竟今年的天气不同,小龙在小瓜上切下一牙西瓜,递给小花这些红杨的西瓜,明显已经熟透了。 小龙挑瓜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,这小子害怕吃瓜的时候给脸蛋上粘的到处都是,就用柴刀将西瓜切成小块,再塞到嘴里。 不一会儿,小龙和小花也解了馋,止了渴,就互相帮助对方将被篓背齐,准备出发,前往集市售卖了,将吃过的瓜皮拿起来扔到瓜田外边。 接着,孩子们就顺着田边开始出发了。 小龙小花把从田里采摘来的便宜小西瓜背到了村口售卖。 在8月15过后,这些西瓜的净价便宜了好多,他们为了多攒些钱,所以将这些剩下在农人田里没人要的西瓜,进了一批回来,尽量挑选了一些成熟的西瓜,在村口的必经之路上摆摊售卖。 没想到,竟然排起了小长队,三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挨个买着孩子们摊位上的小西瓜。 这些小西瓜,小龙和小花已经在瓜田中尝过了,味道非常的水甜。 而且他们挑选瓜的技术也是一流的,尽量挑选的都是地理的。 熟透了的瓜拿回去绝对吃着放心,不会出现有生瓜蛋子的问题。 早上农忙完的农人,回家的时候提上一颗小瓜回去直接切开来解解渴,非常的方便。 刚刚走过的大婶又折返回来,毕竟过了八月十五,买西瓜的就少了起来,爱吃瓜的人就趁着这两天多买几颗解解馋了,不然过了这两天就吃不到西瓜了。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,算是这个月难得的好日子,不冷不热,还微微有清风吹过,让小龙和小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。 秋高气爽,对两个孩子来说,既没有夏季的炎热,也没有冬季的寒冷,是他们最喜欢的季节。 来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,来来往往之后,摊位上只剩下了一半的小西瓜。 这种小西瓜切开来之后,一顿就可以吃光,也不会存在浪费的现象。 所以更加引得那些爱吃西瓜的人上前购买。 不少朋友都着急,小龙小花的生活没有什么进展,其实对两个孩子来说,这种稳定的生活,才是他们求之不得的。 因为在生活的磨练下,他们会越来越坚强,攒下钱后,小龙有时候还舍不得乱花,而且他把钱这回放得非常隐秘,绝对不存在再被风吹走的问题出现。 孩子们等了好长一段时间,这才终于又来了一位老奶奶,愿意购买他们剩下的西瓜。 老奶奶将摊位上所有的西瓜都包园了带走。 小龙小花今天的生意还算顺利,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数了一下今天的收获,就带着笑,开始回家了。 看来今天的心情确实不错。 小龙小花附近的小溪中顺流摸索了好长时间,又发现了一批大鲤鱼,看来今天又要赚一笔外快了。 新的一天开始后,小龙将搭在外边的湿衣服取了回去,小花则是在水房打了一盆水,又来到菜地给蔬菜们浇水。 经过这两天,孩子们细心地照料,菜地里的蔬菜已经长起了许多绿芽,小龙小花一起浇水。 一会儿的功夫,菜苗就全浇了一遍,正当准备背上被篓出发的时候,小花突然发现自己被篓底部已经破了一个大洞,毕竟用了好长时间了,破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今天只能带着一个被篓出发了,出发前往小溪中抓鱼了,他们这段时间来回赶路,已经发现小溪中又游来了一批大鱼,走了一段路,孩子们在小溪中发现了几条鱼藏在路边的水草下。 眼尖的小龙率先发现了这些鱼儿的踪迹,就让小花赶快卸下被篓,他们又开始抓捕行动了,用柴刀将周围的水草清理一下, 也可以破开视野,让他们抓到更多的鱼,小花则是到一边搬来许多的石头,将这边水稍微深一些的地方与小龙一起拦出一条水坝,这样也可以阻碍鱼儿们的活动范围。 这算是孩子们抓鱼的小技巧,将鱼儿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这片水域中,小龙和小花就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体力去满池塘去抓鱼了。 等孩子们将水坝完全建好后,这群鱼想要逃走,已经为时已晚,当地的村子里边大多数都是穷人,所以遇到这些卖便宜西鱼的小孩往往会很高兴地来买上几条。 当然,小龙小花的大客户主要是工人师傅们,在这边新建土木的工程队有不少,他们经常出没在商店买些啤酒饮料回去吃喝,由于工地上师傅的手艺也不太好。 而且,每个人的口味又有些许的不同,正所谓众口难调,所以有些有手艺的师傅们就常常会出来购买一些鱼回去自己烹饪,花钱又少,吃得又好,非常趁心。 而且,来小龙摊位上买鱼的师傅们都觉着小龙家的东西物美价廉,每次出来,卖鱼见到它们就会真香,通知其他爱吃鱼的工友来小龙小花的摊位上购买,这也让小龙和小花卖鱼的生意非常好做。 小龙小花虽然已经将鱼的活动范围圈定在一个圈子中,但是抓鱼也没有那么容易将溪水搅浑之后,这些鱼饵的踪迹更难寻觅,两个孩子只能从两边形成两面包夹只,围追堵截这些逃窜的鱼饵,不过毕竟限制了范围,而且鱼饵们的体力也是有限的,所以不一会儿的功夫。 小龙小花已经抓了许多条鱼,眼瞅着已经将小溪中的大鱼全部都抓了起来,小龙小花颠凉颠凉,贝篓就背着开始出发,前往集市售卖了。 来到了村子里的商店前,商店前已经大不相同,看来店主的房子已经快装修完毕,小龙小花将贝篓卸下之后,刚刚摆好,骑着摩托车的大叔, 就来小龙小花的摊位上买走了一条大鱼,工人师傅们不愧是小龙小花的忠实粉丝,一个传一个。 在旁边歇着休息的工人师傅就来到了小龙小花的摊位前,开始买起了这些刚从小溪中抓出来的新鲜鲤鱼。 以前我们也说到了,工人师傅们工地上的厨子手艺一般,而且重口难调,每个人的口味都不相同。 所以这些工人师傅们就经常喜欢自己做些菜吃。 小龙小花迎来了一波生意的高峰,一会儿的工夫就已经卖得剩下一条鱼了。 最后剩下一条鱼,他们两个其实心里有希望没人来买,这样就可以拿回家里边自己吃了。 没想到最后一条鱼也,迎来了他的幸运嘉宾,将他给带走了。 小花背上被篓之后,就和小龙开始向着家里走去。 今天抓鱼又赚了些钱,孩子们非常开心,路上也跑跑跳跳,看起来非常的活跃。 一溜烟的工夫已经回到了家里边,不知道孩子们是否打算再新买一个被篓呢? 这样以后采摘山货或者去农人地里采摘蔬菜的时候,还能多装一些。 两个人早上就没有吃早饭,现在回来之后已经饿得肚子叫个不停。 小龙拍了一下小花的头,让他赶快出来和自己做饭,然后自己率先出去,开始劈起了柴。 小花和小龙已经有了习惯,一个烧火,一个洗锅,感觉相处得十分融洽。 小龙把许多的木材削成细条,用打火机很快就将炉火生了起来。 小花将家里仅剩不多的米又倒了些,就端着锅来到外边,开始淘袭起了大米。 小花端着米饭锅,坐到了炉架上,然后又起身到房子附近,开始采摘野菜。 小花尽量采摘野菜的最嫩的部分,这样煮起来的菜口感才好。 她拿着一大把野菜回到厨房,和小龙一起摘起菜来。 小花为了涂方便,在水盆旁边边摘菜边洗菜,并且还拿来一块姜,把鲜姜的外皮包去清洗干净。 一会儿的功夫,已经摘好了菜,小花从家里拿来了新买的食用油和调料。 小龙又去水房,将自己摘下来的菜清洗干净,将水控干后,小花此时也把食用油倒在了锅里边。 看到油温已经合适,小龙就把绿菜叶全部都放在了锅里。 高高隆起的绿菜叶受热后,一会儿就扁了下去,小花在菜叶上撒了些食盐。 小龙又把姜切碎,放在了锅里。 等到菜做好之后,小龙就把做好的菜盛到了碗里。 小花在另一边用木匣端着米饭锅回到了家里。 一人盛了一碗米饭,就开始大快朵一起来,家里边还是一样的寒酸,只有两个碗和一个碟子静静地摆在置物架上。 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平淡的生活,大口大口地就着菜吃着香甜的米饭。 孩子们卖鱼赚钱非常地高兴,吃饭间还不断地互相对视一笑,虽然是粗茶淡饭,但是起码不用风餐露宿,两个孩子也是异常地满足。 吃完饭后,孩子们快速来到水房,将锅碗清洗干净,就准备休息了。 小龙小花今天又去山上采摘了一些丑不垃圾的野果子,去集市售卖,生意非常地好。 上次他们的贝楼已经烂了一个,所以这回又背起了麻袋,开始努力生活。 小龙和小花背着贝楼开始出发,到山里看看有什么可以采摘的山货,准备碰碰运气。 这两天的天气晴空万里,非常舒服,驱散了入秋以来多场大雨带来的湿气。 虽然前几次卖鱼很能赚钱,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的鱼让他们来抓,所以日子又回到了像从前一样, 再次到山间寻觅一些可以采摘的山货,站在溪流旁,望着山上小龙和小花, 看到了旁边果树上又长满了一些形状奇特的野果,这回不用爬山,可真是一件美事。 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跨过了溪流,来到了树下,就开始迫不及待地上树采摘了。 小龙爬到树上之后,就用柴刀将长有果子的树枝砍了下来,随着小龙慢慢地长大, 他爬树的本领越来越高超了,而且男孩子的力气也增长得很快, 回想他小时候需要砍上好半天,才能将这只粗树枝砍下来。 长大的他随便砍了几下,就将这根粗树枝砍了下来, 小花来到粗树枝旁,将树枝上长满的丑陋果子全部都采摘在被篓中, 两个孩子好长时间没有上山采摘。 这样的山货野果,总感觉时间好像又回到了过去, 像当年两个孩子,我的什么都没有, 全靠这座大山的庇佑在山上寻找着吃食, 将多余的东西拿到村子里卖掉, 也感谢这些村子里的好心人。 愿意来两个小孩的摊位钱购买他们的东西, 这让孩子们成功地活了下来, 而且随着每次都非常良心地做生意, 卖掉货物后,这些时间里也积累了不少的回头客, 小龙下来之后就和小花一起将这株粗壮的树枝翻了个, 然后在另一边开始拾取起了这些丑陋的果子, 这些树枝掉在了水里, 所以有些果子就需要小龙小花卖到冰凉的河水中才能减食起来, 还有不少的果子掉在岸边, 坚硬的石头上, 导致它们的外皮有些损坏, 它们的被篓由于坏了一个, 所以这回只能继续用麻袋来收集野果, 装满一个被篓之后, 麻袋也可以装不少的果子,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影响, 小龙砍下的这两根树枝上长的果实还真不少, 两个孩子费了好大功夫才将所有的果子摘完, 救了满满一被篓和半麻袋, 两个孩子背起椅子就开始往及时走了, 这些沉重的果子爬坡有些费劲, 好不容易,两个孩子终于来到了公路上, 来到了他们经常售卖东西的地方, 小花放下了袋子, 帮小龙把贝楼取下来, 然后小龙把麻袋铺开两个人一起将所有的果子都搬到了袋子上, 两个孩子就蹲在路边静静地等着顾客上门, 由于今天连台秤都没有袋, 所以两个孩子就想了个办法, 一袋一袋装起来, 然后按带卖钱。 没想到陆陆续续前来的人, 竟然将小瘫围了个满满当当, 这可让小龙和小花开心换了这么多的人来购买这些野果, 想来一会儿功夫就可以卖光了, 有些人过来也是好奇地打量着小龙小花摊位前蹲着的, 好奇好的有好吃吗? 今天的生意又十分不错, 顾客一波接着一波, 还有一些果子, 小龙和小华没来得及用袋装起来, 所以来买水果的顾客也是自己挑选着好的果子购买。 一会儿功夫摊子上的水果全部售卖一空, 两个孩子又赚了一笔小钱, 收拾好东西, 两个人就开始往家走了, 售卖东西是两个孩子, 每天必不可少的任务, 虽然辛苦, 赚的钱也很少, 但是两个孩子很满足。 回到了家里, 孩子们坐下来歇了一会儿, 小花又来到了水房, 将手和脚清洗了一下, 回到屋里, 两个孩子又商量了一下, 小龙又提了一桶水, 准备到菜园里浇菜, 而小花拿起了扫帚, 又开始打扫卫生了, 这种四面漏风的屋子, 每天必须得打扫一遍, 不然的话, 杂草总是会从房子底下的缝隙里被封刮进来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, 小龙和小花清晨起床后准备照料一下菜地, 上次着急忙慌地交完菜地之后, 他们也就没有, 再管这回, 他们腾出时间, 准备将菜地里边的野草清理一遍, 顺带着修一修周围的杂草, 小花孜孜不倦地揪着地里的野草, 小龙则是拿着一把柴刀顺着菜地边的土坡, 将土坡上的杂草清理干净, 菜地里密密麻麻的野草, 估计要费一段时间, 孩子们这段时间的小日子, 生活的还是很滋润的, 虽然饮食上只是粗茶淡饭, 但是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孩子们来说, 已经算是不错的生活, 俗话说得好, 平平淡淡才是真, 孩子们对这种生活已经非常满足了, 小龙手脚麻利, 一会儿的功夫已经砍了大半的野草, 这两天没有刮大风, 立在地头的塑料袋也没有被风吹走, 这样他们就可以多一段时间来记忆每块地中播种的蔬菜种类, 这块地非常的肥沃, 这么些时间已经长起了很高的小菜苗, 等小龙彻底清理完了土坡上的野草, 就从地的另一头开始和小花一起去除地里边的小野草, 比较一下之后发现这边的菜苗生长情况, 要比其他土地种植的菜苗有壮硕不少, 绿油油的叶子非常的漂亮, 看来这边的土壤比另一边的土壤要更肥一些, 这段时间入秋了, 天气慢慢也凉了下来, 小龙小花攒下钱后就准备在入冬之前将木板做出来, 不然冬天很容易着凉, 感冒着凉感冒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, 因为生病需要支出非常大的一笔费用, 这对于两个拮据的孩子来说是无法忍受的, 所以健健康康的就是他们的省钱妙招,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, 小龙小花也愿意多多爱护自己的身体, 每天上山下山, 这让他们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锻炼, 就显得非常健康, 花费了一段时间, 小龙和小花将菜地上的菜苗大致清理了一遍, 就清洗一下手脚, 回到了屋子里, 准备商量一下, 一会儿该去做些什么呢? 又是美好的一天, 开始了小龙和小花早早地起床了, 开始收拾周围, 他们觉得周围太邋遢了, 所以两个人就商量将屋子周围的杂草清除一下, 然后将土地开垦出来, 说干就干, 两个人就拿来了锄头, 开始清除杂草, 小龙和小花种了一批蔬菜后, 感觉太少了, 所以就想把房子周围的土地也种上蔬菜, 这样的话, 蔬菜长起来, 两个孩子就可以采摘蔬菜出去售卖, 这么一大片土地, 两个孩子也得干上小半天, 小龙把所有的杂草都砍倒, 以后也拿来了一锄锄头和小花一起刨起草根来, 这里的土质坚硬, 小龙要用上很大的力气, 才能将土和草根挖起来, 真前种下的蔬菜已经长得很高了, 孩子们对这些蔬菜也是非常用心地照料着, 他们把希望放在种植蔬菜上, 因为山里的山货已经采摘得寥寥无几了, 如果不赶紧种些蔬菜, 那么他们以后赚钱, 就没有了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山货, 这让小龙和小花非常的纠结, 因为房子四面透风, 还没有攒够买木板的钱, 如果没有山货去售卖, 那么他们的生活费也是个棘手的问题, 所以赶紧将这块土地开垦出来, 种上蔬菜等蔬菜成熟了还能拿去售卖, 赚点生活费, 两个孩子辛勤地劳动着, 尽量变费为宝, 把闲置的土地变成有价值的土地, 一会儿功夫, 两个人就开垦出了一大片的土地, 也不知道两个孩子在这块土地上种植些什么蔬菜, 对未来的把握, 孩子们还是太年轻了, 根本把握不住, 自己的日子过着平平淡淡, 孩子们倒也没有其他的诉求, 只不过觉着自己过冬可能有些艰难, 应该尽早将墙面围出来, 将这片土地认认真真地种植起来, 应该可以在冬天还能收获一批蔬菜作物, 将这片地根得漂漂亮亮后, 孩子们就开始休息了。